第121章抱歉,我不想听 莫叼锚,这三个字一出,四周突然之间就安静了下来 静得落真可闻,莫云奇此刻也是彻底愣住了 自己说了什么,他看向白泽,白泽此刻也在看着他,一脸的古怪 就在这时,叶璇突然站了出来,大家别见怪,莫导师很喜欢开玩笑 莫云奇连忙道,对对,开玩笑,开玩笑,恩,大家好 我是苍蓝学院导师莫云奇,大家以后可以教我莫导师 这次考核分三关,这三关都由我来主持,希望大家加油努力 考核导师,文言,下方无数人连忙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这可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叶璇再次站了出来,考核开始 第一关是大浪逃杀,在苍蓝山下有一个巨大的阵法 这个阵法也是他脱罪先楼与江国帮忙不下的 这个阵法的作用就是考核这些人的耐力 准确的说试看看他们的水分,起一个大浪逃杀的作用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而这其中,许多人必定是有许多水分的 随着夜悬声音落下,一股无形的压力突然笼罩住下方的人群 一开始还好,但是渐渐的,许多人有些支撑不住了 不一会,已经有人开始退出了 就在这时,一名中年男子与老者突然来到了叶璇等人的面前 叶璇愣住了 这中年男子与老者,他认识 这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澄的李家家主李玉,还有张家家主张烈 叶璇连忙走到二人面前,两位前辈,你们怎么来了 见到叶璇还认识自己,李玉与张烈明显有些激动 两人连忙深深一礼,见过叶院长 叶璇摇头,两位前辈莫要如此,叫我叶璇即可 虽然他曾经身为叶家世子时,与这两个世家发生过很多战斗 但是,他从未忘记,他与妹妹离开京城时 这两人与成竹福福主将面对他们兄妹二人的帮助 见叶璇如此和气,李玉与张烈两人脸上笑容顿时多了一些 李玉抱了抱拳,笑道 这一次,我们两个是带着族中子弟来参加苍蓝学院招生的 不,叶璇嘴角微先,是哪两位 李玉指了直远处人群之中的两名男子 就是那两人,他们都想加入苍蓝学院 叶璇笑道,我可不能逊私舞弊 李玉连忙道,他们若是不能凭自己本事加入苍蓝学院 那是他们自己不争气 张烈也笑道,是的,他们都以你为荣 你若是给他们开后门,他们反而不愿意的 现在倾城,几乎所有人都以叶璇为荣 整个倾城在江国都已经出名了 叶璇笑了笑,我倾城男儿,就该有此骨气 李玉犹豫了下,欲言又止 怎么,叶璇问,李玉低声一叹 成竹福福主江念,已经过世了 过世,叶璇眉头微皱了起来 为何,李玉审声道,江兄冲刺境界失败 遭到反噬,在三天前,不治而亡 不过,按我们猜测,他可能是被人暗害的 闻言,叶璇眉头皱得更深了,被人暗害 李玉点头,可能是他的兄弟江谷 因为江兄允落后,此人成为了城主 而且,江兄的妻儿皆是被赶出城主府 如果不是我们两家相助,怕是已经死于非命 叶璇沉默片刻后,然后道,两位,带你二人回去之后 我会通知国主,让人去清城彻查此事,给江念前辈一个公道 文言,李玉与张烈对着叶璇深深一礼 叶璇也是有些感慨,来清城没多久 现在的清城,怕是已经误视人非了啊 这时,李玉犹豫了下,然后又道,其实,这一次 你们叶璇也有人来参加苍蓝学院的招生 文言,叶璇愣住了,叶璇也有人来了 李玉指了指不远处人群之中的一名小女孩 小女孩大约十七八岁,一袭紧身长裙 脑后扎着一根小辫子 此刻,她双手紧握,牙齿紧咬,脸上已经有汗水落下 叶璇,叶璇眉头微皱,她对着小女孩自然是认识的 这是叶家长老叶琴的孙女,她在叶家时,见过几次 不过,没有什么交集 李玉看了一眼叶璇,轻声道 叶璇如今已经过得并不怎么好 叶璇摇头,我与叶家已无任何关系 文言,李玉低声一叹,这叶璇越出色,这叶家就越凄惨 现在的叶家,几乎是整个江国的笑柄 叶璇突然道,两位前辈,到店内喝两杯 李玉连忙摇头,不不,我们在这里陪着那两个小家伙 叶璇笑道,也好,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就先告辞了 李玉笑道,您忙,叶璇点了点头,然后转身与继安之以及白泽离去 看着叶璇离去的背影,李玉低声一叹,她还是很重情的,江念兄,你可以明目了 张掠点了点头,当初我们的选择是对的,而这叶家,哀,李玉诞声道,他们自作孽,怪不得任何人 叶璇带着杰安之与白泽回到了苍蓝店,而莫云起则依旧在负责下面考核的事情 桌子前,三人围桌而坐,叶璇面向杰安之,我让最先楼帮我寻了一批厨师,这些厨师你负责管理 杰安之连忙点头,好,这时,白泽通然道,叶土匪,要不要请一些杂工负责学员的日常生活 叶璇摇头,不需要,日常生活,洗衣服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所有学员自己解决 他们来这里是修炼的,是学习的,不是来享受的 白泽想了想,也好,一学又道,老白,待会会来一些博学的学士 这些人虽然实力不强,但是,他们学问却很大,你负责好好招待他们 还有,待会与莫雕毛说一下,学员必须给这些学士足够的尊敬 不然,一律逐出学院,并且永不录用 不仅学员,我们也要对这些学士尊敬,莫要施礼 白泽点了点头,好,叶璇轻声道,修炼修炼,先修人,学员如此,我们也要如此 白泽犹豫了下,然后道,叶土匪,你真的要让我们苍蓝学院成为这青苍界最大的学院 叶璇点头,要干,就干大的,白泽看了一眼叶璇,好,要干就干大一点 叶璇看了一眼叶璇,没有说话,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到夜晚,所有学员考核基本完毕 一共有42人通过全部考核,苍蓝店前,莫云起带着42人来到了叶璇三人的面前 42人齐齐对着叶璇一礼,齐声道,见过院长 叶璇微微点头,入我苍蓝学员,以后大家就是自己人 愿归,暂时没有,不过很快就会制定出来 修炼导师,暂时只有四人,就是我们四人,日后会招收更多好的导师 现在,你们就先将就一下 文言,下方许多学员不禁笑了起来 叶璇转头看向白泽,那些学士来了吗 北泽正要说话,这时,不远处,三人缓缓而来 两名老者,还有一名女子,女子坐在轮椅上,一袭黑裙 这女子,叶璇认识,正是那国师陆朝歌 叶璇愣了愣,然后他连忙赢了过去,陆国师,你 陆朝歌微微一笑,不欢迎,叶璇摇头一笑,自然欢迎 只是,你确定要做我苍蓝学院导师 我可先说好,酬金可不怎么高,陆朝歌轻笑,无妨 说着,他与手轻轻一引身旁的两位老者 这两位,分别是莫远与丰兰前辈,都是学术大家 叶璇连忙带着白泽三人对着二人深深一礼 见到叶璇四人如此客气,两名老者脸上也是泛起了一抹笑容 他们也是对着叶璇四人抱全还礼 叶璇笑道,两位前辈,陆国师,你们平时负责学员的学术课 至于叫些什么,你们自己决定 墨元打亮了一眼叶璇,老夫有疑问 叶璇笑道,前辈请问,墨元道,为何要安排学术课 据我所知,苍慕学员与苍兰学院在数百年前便是已经取消了学术课 叶璇微微沉吟,然后道,衡量一个人 不应该只有实力,在这世界活着 实力很重要,但是,做人同样很重要 文言,墨元微微点头,难得你有这般想法,难得 叶璇对着三人抱了抱全,三位,苍蓝学院刚刚重建 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若是有怠慢之处,还请三位见谅 墨元摇头,这些都是小事,只是,这书籍一事 叶璇笑道,放心,我已拜托最先楼收集各种书籍 到时,会全部交由三位来处理 墨元轻轻抚了抚胡须,如此甚好 叶璇带着三人来到了那群学员面前 他正色带,这三位前辈,日后都是我苍蓝学院导师 他们负责你们的学术课,他们会制定考核 若是学术课你们不通过,两次之后,直接逐出苍蓝学院 永不录用 学术课,底下的那些学员顿时有些猛 叶璇又道,有问题吗? 有的话出来,我们单挑,众人,握云起嘴角微微一抽,这土匪 见众人没有说话,玉璇点了点头,正要说话,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道笑声,我们有问题 众人闻声看去,不远处,四人缓步而来 为首的是一名滑袍男子,滑袍男子手里拿着一柄折扇,腰间系着一条很是光滑的白玉 滑袍男子打亮了一眼叶璇,笑道,原来苍蓝学院的院长是个瞎子 嘖嘖,不,你刚才问有没有问题 我,我有问题,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经在滑袍男子面前 后者脸色大变,刚要后退,一柄剑直接洞穿了他的眉间 场中所有人都猛了,剑收,叶璇诞声道,你有问题 抱歉,我不想听 第122章先打架,场中寂静无声 所有学员呆呆地看着叶璇,这院长也太霸气了吧 白泽与莫云起一脸平静,对叶璇的性格,他们早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这家伙就是一个极端,对你好,他会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你要是与他为敌,他杀起人来,绝对是眼都不眨的 不远处,莫远与风蓝看了一眼叶璇,没有说话 叶璇收起剑,面向剩下的那三人,此刻,那三人一脸惊骇,不断往后退 这就杀人了,有没有搞错,最重要的是,就这么杀了 三人心中惊骇无比,叶璇面向三人,你们有问题吗 他不是杀人狂魔,但是,眼前这几人明显是来者不善 既然来者不善,那自然是要往死里干 叶璇面前,三人看着叶璇,眼中充满了忌惮之色 这时,其中一人审声道,我四人乃楚国人士,此次前来,是想确认一下 当初在秘境之中,我楚国三皇子可是死在你手里 楚国皇子,一旋眉头微皱,很快,他想起来了 正是那赢假男子,叶璇点了点头,是死在我手里的 怎么,你们有问题吗? 有问题,三人脸旁一阵抽搐,此刻的他们,自然不会强行逞强或者放狠话 三人没有说什么,转身就要走 慢着,叶璇突然道,闻言,三人脸色顿时一变 三人转身看向叶璇,叶璇指了指地上的尸体,带走 三人没敢多说什么,扛起那具尸体就走 一旋转身面向苍蓝学院众学员,好好学习,好好修炼 说完,他转身朝着远处而去,场中,众学员面面相去 一旁,丰璇微微摇头,力气太重,陆九哥摇头,风老错了 丰璇看向陆九哥,陆九哥轻声都,趴这时震慑 震慑,丰璇眉头微皱,我觉得是树敌,平白树敌 陆九哥笑道,如果我没猜错,罪仙楼应该已经提前告知他这四人的身份 也就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根本无法善了 既然无法善了,他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丰璇审声道,他背后可是有一位剑仙,楚国发疯了吗 陆九哥笑道,他身后有一位剑仙,江老之道,酒楼主之道,暗戒的人之道,苍鹿学院总院之道,但是,其余的人之道吗 其余之道的人,已经都死了 风蓝沉默了,陆九哥轻声道,两位,你们如家至当年之后,几乎在清仓界灭绝,想要重新崛起,必定要改变自己一些想法与观念 而眼前这位叶院长,可能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两人沉默,陆九哥被靠在轮椅上,又道,他是真心想建立苍蓝学院 而他又不希望自己学院的人都只知道修炼,这可以说是你们的机会 默元看了一眼陆九哥,你呢,你们兵家又图谋什么,江九,陆九哥微微一笑,不言,苍蓝殿内,叶璇四人围桌而坐,叶璇右手轻轻敲打着桌子,没有说话 这时,默元起突然道,那两老者不简单 说着,他看向白泽,你哪里找的 白泽善笑了笑,是陆国师帮我找的 陆国师,默元起看向叶璇,叶土匪,你怎么看 叶璇沉默片刻后,道,一切照旧,我们自己留个心眼即可 默元起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了,一玄又道,从现在起,我们四人每天除了修炼之外,轮流教授这些学员,还有,那些修炼资源的分配,都有安知你来安排 解安知点头,一玄指了指默元起与白泽,你二人,现在目标是好好打好通幽境的基础,然后冲刺神合境,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默元起点了点头,明白,一玄起身,半年内,我将前往青州大云帝国 一年内,我们前往中土神州,去给师祖磕头,你们有问题吗 默元起犹豫了下,然后道,只是去磕头吗 一玄摇头,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先打架,再磕头 默元起苦笑,这是要先打青州,再打中土神州吗 一玄右手缓缓紧握,这个世界,既然是强者为尊,那我们就做强者 默元起猛的一拍桌子,怒道,对,做强者 妈的,苍蓝总愿看不起我们,我们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比他们强,我们要给记老头争口气 白泽也是猛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然而这一巴掌直接将桌子拍得粉碎 白泽,默元起看了一眼白泽,想说什么 白泽审声道,打,打苍蓝总愿,跟他们干,他们不干我们,我们也要干他们,不为别的,就争口气 叶玄微微点头,好好修炼,我希望,日后不管我们谁走在最前面,回首时,大家都还在 说完,他转身朝着外面走去,店内,白泽突然站了起来 他瞪了一眼默云起,赶紧修炼,老子不想哪一天给你收尸 说完,他也转身离开了大店,默云起气的只咬牙,太他妈看不起人了 等着,都给老子等着,说完,他转身直接消失在原地 店内,季安芝轻轻啃着鸡腿,叶玄离开苍蓝店后,正想往后山走去 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身看向身后,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娇小女子 叶玄,叶玄看了一眼叶玄,显然有些畏惧叶玄,他双手紧紧捏着衣裙,没敢说话 有事,叶玄问,叶玄低着头走到叶玄面前,堂,堂哥,叶玄摇头,叫我院长 叶玄头更低了,身体微微抽搐着,叶玄轻轻拍了拍叶玄肩膀 在这里,我是院长,你是学生,依旧是一家人 说完,他转身离去,闻言,叶玄抬头看着叶玄,看着看着,他突然笑了 一家人,依旧是一家人,已经很好了 叶玄抹了妈脸上的泪水,心情无比的轻松 远处,叶玄慢慢朝着竹林走去 叶家,他真的真的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那个地方,再也回不去了 竹林内,叶玄盘坐在地 很快,他的剑意朝着四周蔓延而去 剑眼,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剑眼这门剑技修炼到极致 这可也是他的杀手锏之一 修炼,叶玄四人依旧在疯狂修炼 江国皇宫,这一天,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了江国皇宫内 龙椅上,江国国主江源看了一眼中男子 笑道,楚国来使,贵国国主可好 中年男子冷声道,不好 文言,场中江国那些大臣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江源也是眉头微皱,有些不悦 中年男子又道,江国国主,我国三皇子在宁国秘境之中被贵国苍兰学院学员夜选斩杀 此事,贵国必须给我国一个交代 文言,江源神色有些古怪了 中年男子显然有些愤怒 此人善杀我国皇子,实在该诸九族 他,这时,江源摇头,抱歉 叶玄是我江国人,轮不到楚国来指手画脚 文言,中年男子双眼微眯 怎么,江国要包庇此人 江源神色也冷了下来 没错,我江国就是要包庇此人 中年男子死死盯着江源 为了一个叶玄,江国这是不惜要与我楚国交恶 江源诞生道,我江国无意与楚国交恶 不过,叶玄乃我江国人 任何人动他,我江国皆是不允许 文言,中年男子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下来 显然,江国如此袒护叶玄 是他没有想到的 场中,连有一位大臣出来说话 他们自然是知道叶玄的 一个神奇的少年人 亲自覆灭了苍木学院 用屁股想都知道这人身后不简单啊 中年男子冷笑了笑 好一个江国,等着 说完,其转身离去 殿内,江源诞生道 派人前往苍兰学院 告诉叶国是 小心楚国玩阴招 是,楚国,楚国位于江国的北边 离江国颇远 因为相距较远 因此,与江国倒是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冲突 楚国皇宫 砰,大殿内突然传出一道闷响声 紧接着,一道怒吓声 众人想起,好一个江国 说话的是一名穿着龙袍的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正是楚国国主楚兆天 在楚兆天身旁 是一名宫装美妇 美妇双眸带泪 陛下,寒二的仇不能不报 不然,他如何明目 楚兆天死死看着面前的中年男子 江国当真要包庇此人 中年男子连忙点头 是,江国国主还口出狂言 说我楚国若是感动那叶玄 必让我楚国付出惨痛代价 好,很好 楚兆天面门有些争鸣 好一个江国 竟然为了一个叶玄而不惜 与我楚国开战 就在这时 大殿内不远处的一名老者突然道 陛下,此事怕事不简单 楚兆天看向老者 老者审声道 我已查过 那少年叶玄并不是普通人 小心年纪 虽不过是凌空境 但是却已经能够斩杀通幽境强者 除此之外 当日前往秘境之中的那些天才 包括大云苍木学院的干十三都死在此人手中 干十三 文言 楚兆天神色顿时凝重了起来 这可是无榜上的天才啊 老者又道 还有 据老夫所查 江国苍木学院已经被覆灭 虽然其中有江国皇室还有最先楼的助力 但不可否认 这少年肯定也不简单 不然 这两个势力根本不可能如此相助于他 据老夫推测 此人背后必定是有大势力 或者超级强者 楚兆天渐渐冷静了下来 继续说 老者微微一礼 干十三乃大云苍木学院顶尖学员 他被斩杀 大云苍木学院岂会善罢甘休 但至今 那少年与苍兰学院那几名学员都活得好好的 这已经是不正常 除此之外 当日前往秘境之中的那些天才 他们背后都有一些强大势力 这些势力都有派人前往江国报复过 但是 到目前为止 音讯全无 楚兆天双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可有查到他身后之人 老者摇头 无从查起 一点头绪都无 陛下 此人极为不简单 老夫建议 实在不该招惹 那寒二就这么白死了吗 这时 不远处的宫庄美妇突然怒道 老者看看了一眼宫庄美妇 没有说话 楚兆天面色低沉如水 不知在想什么 宫庄美妇还想说什么 却被楚兆天瞪了一眼 宫庄美妇顿时没敢说什么 只是不停的抽气 片刻后 楚兆天看向不远处的老者 一点也查不到 老者摇头 已动用所有探子 但一无所获 楚兆天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杀子之仇 怎能不报 楚兆天闻声看去 门外站着一名黑袍人 一瞬间 大殿内出现了十几名金甲侍卫 黑袍人诞生道 在下唐国人士 代表我国国主而来 楚兆天眉头微皱 唐国 黑袍人笑道 我国国主带我问一句贵国 想不想瓜分江国 楚兆天冷笑 你们说瓜分就瓜分 黑袍人笑道 如果说大云进得苍木学院出手呢 文言 楚兆天双眼微眯了起来 黑袍人笑道 那夜旋身后确实有人 不过 大云苍木学院已经答应 夜旋身后的人 他们来摆平 我等只要长驱直入杀人 江国即可 到时 大军面前 一个夜旋 杀之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般简单 楚兆天死死盯着黑袍人 我如何才能信你 黑袍人屈指一点 一枚令牌出现在了楚兆天面前 令牌是一块木头所雕刻 北面写有大云二字 而正面 则是仓木学院四个大字 大云仓木令 楚兆天还是摇头 一枚令牌 不够 就在这时 一名白袍老者突然出现在了大殿内 见到此人 场中众人皆是色变 黑袍人对着白袍老者 深深一礼 见过前辈 白袍老者 正是当初前往江国要诛杀神秘女子的那名仓木学院护法 不是青州的仓木学院 而是中土神州的仓木学院那位护法 万法巅峰境之上的强者 白袍老者淡淡看了一眼楚兆天 夜旋身后之人 我们来对付 你楚国若是与唐国破了江国 诛杀夜旋 我仓木学院日后还有重赏 殿内 楚兆天沉默了许久 最后 他狠狠一咬牙 干了 白袍老者点了点头 消失在大殿内 大云镜 仓木学院 浩然殿前 白袍老者看着浩然殿上方的那柄树叶键 沉默不语 在白袍老者身后 是仓木学院院长穆清玄 穆清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如此实在冒险 不如收手 白袍老者摇头 收不了手了 苍蓝学院院长生死 那少年不会放过我等 以那少年天赋 日后怕又是一位剑仙 去向他跪着道歉 我仓木学院 宁可站着死 也不跪着生 既然他说不能以大欺小 那我们就换个方式 穆清玄低声一叹 我去大云帝国求见一下那位靠山王 既然要做 那就做绝一点 白袍老者点头 做绝一点 一天后 楚国六万银甲铁骑突然北下 越国十二万长矛步兵突然云集 与此同时 两届城外 十万黑甲骑兵浩荡而来 宁国 皇宫内 拓拔页面无表情看着眼前的大云仓木令 在他面前不远处 站着一名黑袍人 不知过了多久 拓拔页突然猛的一巴掌将那仓木令拍碎 我宁国 永不为他人弩 第123章龙历 随着拓拔页声音落下 十几名身穿厚重盔甲 头戴鬼脸面具的侍卫出现在了大殿内 这十几人 皆是手持扩建 身上散发着一股极其凌厉的杀法之气 拓拔页面前 黑袍人双手交叉在前 但声道 拓拔国主 可想清楚了 拓拔页靠在龙椅上 但声道 滚 黑袍人微微点头 后果自负 言罢 他转身消失在原地 这时 一名老者与老父出现在拓拔页身后 老者审声道 陛下 这时得罪大云仓木学院 拓拔页但声道 若是我按照他们所说的作 出兵将国 这将我国士兵与百姓置于何地 他们苍木学院学员的命值钱 我们士兵的命就不值钱 想让我国士兵去给他们卖命 做他们的春秋大梦 老者苦笑 他们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拓拔页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联系老国主 这群老不要脸的 还是需要有人来震慑一下才行 拓拔夫 老者神色一领 点了点头 好 说完 他转身离去 拓拔夫 宁国传奇人物 老父走到拓拔页面前 审声道 陛下 大云帝国国内腐败 靠山王一手遮天 老生觉得 这青州地界 怕是太平不了多久了 还请陛下早做打算 拓拔页微微点头 我国已经在做准备 随时可以面对一切 说着 他站了起来 然后走到大殿门口 看着天边 他眼中有着一丝忧愁 这些方外势力如此插手世俗之争 这些普通百姓的命 在他们眼中 当真如蝼蚁一般低贱啊 老父微微低头 沉默 片刻后 拓拔页突然到 随时关注江国 老父点头 转身离去 江国 出国突然来袭 整个江国瞬间沸腾了 三国来袭 一瞬间 江国几乎是四面受敌 说不慌 那自然是假的 江国皇宫内 此刻大殿上已经炸了 众大臣你一言我一言 整个大殿比街边的菜场还要热闹 龙椅上 江源面无表情 不知在想什么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殿之中突然安静下来 其中一名老者站了出来 他对着江源微微一礼 陛下 此次楚国等国来袭 显然不单单是针对我江国 江源看了一眼老者 李爱卿之意 是要我等去绑了叶国士 将他送到楚国去赔罪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道 陛下 国为众 人为亲啊 江源诞生到 国士为众 但若是没了人 哪里还有国 再者 叶玄乃我江国国士 我等若是将他送去楚国赔罪 这就是丧权辱国 说着 他环视了一眼四周 可还有人有不同意见 这时 一名白发老者突然站了出来 老者身材魁梧 虽然以白发 但双眼却炯炯有神 凌厉至极 此人 正是江国曾经最富盛名的林孝林元帅 江九 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林孝冷声道 别的老夫不知道 老夫只知道 那叫叶玄的小娃曾经在两界承赶独挡三千唐国黑甲骑兵 此等爱国之人 我江国若是要牺牲他来寻求和平 试问 日后谁还敢爱我江国 为江国而战 说着 他大手一挥 老夫就一个字 他们要站 那就站 站 场中瞬间安静了下来 眼前这位发话 肯定是没有人敢反驳的 就算是江源都得对他客客气气 要知道江源曾经都被他仗责过 林孝与江月天 那是真正的生死兄弟 龙椅上 江源沉默了片刻 然后到若是站有多少兵力可用 林孝辰思片刻后 到我国兵力在二十五万左右 其中五万不能调动 这五万必须留下震慑国内 国难当头 必有妖孽卖国贼出来作祟 剩下的二十万 有一半在两界城 还有十万 老夫亲自带着十万将士去迎战楚国 越国 江源摇头 不够 楚国与越国加在一起 至少有二十万兵力 十万对二十万 悬殊有点大 林孝辰思道 无事 楚国离我国较远 他们长途跋涉 战力必定大打折扣 这与越国 越国的步兵确实不可小觑 不过 我江国是兵也不是吃素的 宁国呢 就在这时 大殿内突然有人质问 林元帅 若是宁国突然来袭 又该如何 宁国 大殿内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这个周边最强大的国家可还未表态过 若是宁国也出兵江国 对江国而言 那真的就是灭顶之灾了 别说联合 就是宁国一国来犯 江国都很难抵挡 殿内 沉默了许久后 江源突然道 我会让人去宁国一趟 我去吧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不远处传来 众人闻声看去 来人 正是叶玄 叶玄 江国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他自然是知道的 而如今这局面 他也是要负一些责任的 因为他从最先楼那里得知 此次这几国的背后 应该就是大云仓墓学院 案件肯定也有的 一玄走入大殿 我去一趟宁国 现在对江国威胁最大的就是宁国 而他可没忘记 自己也算宁国的国事 他去宁国 肯定要比别人去有用的多 江源犹豫了下 然后道 宁国态度不明 你前去 我怕 叶玄笑道 国主放心 我自保能力还是有的 且 宁国不会蠢到围杀我 他们若是真这么做 就是在引仇恨 江源想了想 然后点头 也好 叶玄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去 江源突然道 散潮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大殿内依旧议论纷纷 江源来到了一座养心殿内 殿内 江月天席地而坐 争斗着一条小黑狗 江源沈声道 术国来袭 江国目前处境很糟糕 江月天带声道 我国与唐国早已经积怨许久 战争 避免不了的 至于越国与楚国 不过是大云仓墓学院的棋子罢了 当然 也不可小觑 江源沈声道 我估计的是他们背后的大云仓墓学院 江月天沉默了许久 然后道 无妨 他们不敢出动万法进强者 不说上面有护道者 就是越小子背后的人就已经足以震慑他们了 说着 他缓缓站起走到门口 他抬头看着天际 轻声道 对我江国而言 此次是一个大危机 当然 也是一个机遇 现在就看宁国是个什么态度了 宁国 这个周边最强大的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不忌惮的 最重要的是 至今都没有人知道宁国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苍蓝学院 叶玄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便是前往宁国了 这一次 他是自己单独去的 没有带任何人 毕竟这一次是去谈事情的 而不是打架 而现在苍蓝学院已经步入正轨 有莫云起三人守着完全够了 云船上 叶玄拿出了一枚令牌 手中的令牌 正是拓拔夫赠送给他的令牌 宁国国事 其实 对于这个身份 他自己都有点不太适应 毕竟 他是江国人 跟宁国 好像真的没有啥关系 不过也好 有这层身份在 应该可以与宁国好好谈谈 此事想到什么 他运转体内 玄器灌入令牌之中 很快 令牌微微颤动了起来 紧接着 一股神秘的力量 突然涌入他手臂 刹那间 他整只手臂直接鼓了起来 这一刻 他感觉右手充满了 一股极其霸道的力量 就像是催动了大地之力一般 但是 他体内的玄器在这一刻 几乎是瞬间被抽得干钱静静 灵秀剑顿时颤动起来 表达不满 一玄连忙停了下来 当他停下后 手臂之中的那股力量也随之消失 一玄有些震惊 他没有想到这令牌如此恐怖 之前一直都忽略了 这是一个宝贝啊 一玄有些兴奋 日后与人对敌 这件装备是能够帮上大忙的 可以好好研究研究 有些可惜的是 这消耗玄器太恐怖了 催动一次 不知道要吞噬多少零食 圣用 当了院长后 前世越来越不经用了 云船内 叶玄回到戒狱塔 继续开始修炼 只要有时间 他没有一刻松懈的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两天后 宁国到了 云船刚一停下 叶玄便是跳下了云船 直奔宁国皇宫 这一次他是代表江国来的 因此 他刚进城 就有江国的使臣前来迎接 来的是一名寿小老者 老者在看到叶玄时 连忙过去恭敬一礼 见过叶国士 叶国士 我已经被下晚宴 还请叶国士 叶玄摇头 打断寿小老者的话 直接带我去宁国皇宫 正是要紧 瘦小老者不敢多说什么 当下连忙点头 带着叶玄往民国皇宫而去 民国皇宫大殿前 叶玄瘦小老者等了差不多半个时辰 依旧没有人出来宣他们 叶玄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他面向身旁的瘦小老者 老者冷汗都流了下来 属下 属下也不知为何 叶玄沉默了片刻 正要拿出令牌强行进去 而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突然自远处走来 女子穿着一件淡黄色长裙 绣发披肩 身材凹凸有致 很是火热诱人 当见到这女子时 叶玄脸色大变 你怎么是你 眼前这女子 正是当初与她在树林里 黑羞黑羞的黑袍女子 拓拔燕走到叶玄面前 面无表情 叶玄连忙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正说道 此地可是宁国皇宫 我与宁国国主交情深厚 我劝你不要乱来 不然 哼哼 你明白吧 第124章 你没有怀孩子吧 拓拔燕看着叶玄 面无表情 叶玄身旁 瘦小老者自然是认识拓拔燕的 再见到叶玄不认识拔拔燕时 她就要介绍 而就在这时 拔拔燕突然诞生到 让她继续表演 瘦小老者 叶玄审声道 你想怎么样 她已经暗暗在戒备 眼前或者女人的实力 她可是清楚的 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拓拔燕诞生道 怎么样 你觉得我该怎么样 叶玄沉默了片刻 然后道 当初之事 就在这时 拔拔燕突然出手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叶玄一拳轰出 轰 随着一道炸响声响起 叶玄整个人被阵地朝后连连退了数丈 见到这一幕 不远处的瘦小老者直接猛了 打起来了 这是搞什么鬼 拔拔燕看了一眼瘦小老者 下去 瘦小老者自然不敢违抗 当下连忙转身离去 至于叶玄 她已经顾不上了 一来就打架 这有问题啊 拔拔燕看向叶玄 不错 短短时间不见 实力长进了不少 叶玄甩了甩拳头 你这女人 当初是你先要害我的 你还讲不讲理 拔拔燕冷笑 道理 拳头大的才是道理 不是吗 你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一只拳头直接带起一阵气暴之声 轰向拔拔燕面门 拔拔燕冷冷一笑 掌心轻轻一旋 然后一掌朝前盖下 呲拉 一道强大雷电自她掌心震荡而出 哼 叶玄被这股强大力量阵地朝后连连退了五六掌 而她手臂上 竟然有电流不断在乱窜 除此之外 她整只手都有些发麻 叶玄对面 拔拔燕半声道 就这样 叶玄沉默一瞬 下一刻 她又脚猛的移垛地 砰 脚下 地面瞬间炸裂 而她本人则已经出现在拓拔燕的面前 同样是一拳 不过这一次 这一拳夹杂了权势与战役 威力强大无匹 拓拔燕面无表情 她一手朝前探出 刹那间 她整只右手突然剧烈一颤 紧接着 无数电流宛如一张网 瞬间包裹住叶玄的拳头 呲拉 场中 无数电流朝着四周飞溅 拓拔燕手中那些电流死死抵挡着叶玄的拳头 而她的战役与拳是在这一刻竟然被这些电流渐渐吞噬 不仅如此 那些电流还开始朝着她周身蔓延而去 叶玄心中已经想要退 而这时 拓拔燕栖身而上 一把抓住她的拳头 然后抬起玉脚朝着她胯下踢去 这一脚若是命中 那就真的是断子绝孙了啊 一旋脸色大变 她又脚猛的一跺 哼 一股强的剑翼突然自她体内席卷而出 当这股剑翼出现后 她周身那些电流瞬间被震碎 紧接着 一旋右手猛的朝前就是一旋 哼 拓拔燕被阵地连退束步 而她那致命的一脚自然落空 拓拔燕刚停下来 叶玄突然朝前一个急冲 然后再次一拳朝着拓拔燕轰了过去 一拳抱拟头 这一次 她动了真格了 因为她发现 眼前这女子不是一般的强 有丝毫的轻视 那就是作死 而这一刻 拓拔燕眼中也是有了一丝凝重 叶玄这一拳 很不简单 她也不敢大意 右手缓缓紧握起来 刹那间 她拳头之上 直接被一股电流覆盖 与此同时 无数电流自她脚下朝着面前蔓延而去 这时 叶玄全智 拓拔燕双眼微眯 一拳轰出 硬碰硬 砰 两人一处而分 无数雷电疯狂建设 叶玄再次被阵地朝后退了十来丈之远 而她右臂之上 有些地方已经焦黑 拓拔燕虽然也退 但却只退了不到两丈距离 毫无疑问 这一次交锋 叶玄再次处于下风 叶玄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臂 她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有些不正常 打了这么久 居然没有一个人出现 有问题 叶玄面向拓拔燕 你不是一般人 拓拔燕面无表情 拔剑 拔剑 叶玄犹豫了下 然后到 一日夫妻百日恩 这个不太好吧 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就在这时 拓拔燕突然消失在原地 刹那间 场中有一道雷电闪过 这道雷电 携带着一股天地之威 威势极其好大 所过之处 地面瞬间寸寸化为灰烬 害人无比 感受到这一幕 叶玄心中大惊 这一次 他是真的不敢有丝毫的保留 他手中 灵袖剑悄然出现 下一刻 一道剑光在场中一闪而过 剑翼与战役 两种意境凝聚 而且还有剑势 这一剑虽然不是一剑定生死 但同样恐怖无比 叶玄锁过之处的地面 直接开始寸寸炸裂 很快 那道剑光与电光直接炸在了一起 空 一道惊天炸响声 突然在场中响彻而起 转瞬 两道人引背阵地朝后连连暴退 这一退 足足退了数十丈之远 而两人面前的地面 一片狼藉 玄璇手中 灵袖剑剧烈颤动着 剑身之上 还有剑芒不断闪烁 而他对面 拓跋叶面无表情 只是在冷冷看着他 就在这时 一群士兵突然自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玄璇走到拓跋叶面前 你完蛋了 说完 他拿出了那枚令牌 国士令 当看到这枚令牌时 周围那些士兵在愣了愣后 随即单膝下跪 齐声道 见过国士 国士 这地位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应该说 仅次国主 一旋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大手一挥 给我拿下他 闻言 场中那些士兵神色顿时古怪了起来 叶璇愣了愣 然后他仰了仰手中的令牌 这个 没用吗 众人 这时 拓跋叶突然挥了挥手 刹那间 那些士兵纷纷退去 退得很快 眨眼间便是消失不见 叶璇 拓跋叶走到叶璇面前 他打亮了一眼叶璇 你这实力增长速度有些不正常 叶璇审声道 你是谁 拓跋叶冷笑 你说呢 叶璇苦笑 他不蠢 此刻的他 已经猜出了眼前这女人的身份 他不知道宁国国主叫什么 但是他知道 宁国国主是个女的 毫无疑问 就是眼前这位啊 拓跋叶 叶璇神色颇为复杂 这女人居然是宁国国主 拓跋叶看了一眼叶璇 你可以回去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叶璇想了想 然后连忙跟了过去 这时拓跋叶突然停下 转身看着叶璇 怎么 叶璇审声道 这次来 我是代表江国来的 拓跋叶冷声道 放心 我宁国不会出兵江国 此次之事 我宁国不参与 文言 叶璇心中顿时一松 四世想到什么 他又道 要不要干点大事情 拓跋叶诞声道 想要我宁国与江国结盟 替你江国挡栽 叶璇摇头 拓跋叶看着叶璇 叶璇审声道 我的想法是 此次唐国等几国来袭 对我江国而言 是一个挑战 但也是一个机遇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拓跋叶指示叶璇 我不会让民国卷入战争之中去 奕璇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而就在这时 拓跋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在这周边地界 有一支拥兵团 只有十二人 各个都是通幽境顶尖强者 如果你有钱 可以请他们出来 助一臂之力 奕璇审声道 请他们要多少钱 拓跋叶诞声道 至少上亿金币 文言 叶璇嘴角顿时一抽 上亿金币啊 这太他妈贵了啊 请不起 这时 拓跋叶又道 但是 绝对值得 最重要的是 不要让他们被唐国他们请去 不然 到时你会很头痛 叶璇审声道 我没钱 拓跋叶看了一眼叶璇 你可以借啊 借 叶璇愣了愣 然后道 找谁借 你吗 拓跋叶诞声道 找我借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需要抵押品 说到这 他打亮了一眼叶璇 那个能够吸收大地之力的宝物应该在你身上吧 大地之力 道泽 叶璇心中顿时戒备起来了 这女人 这女人居然是在打倒责的主意 离门 叶璇诞声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既然宁国不准备出战 那我就告辞了 说完 他转身就走 拓跋叶突然冷冷看着叶璇 没有说话 这时 一名老者与老妇出现在拓跋叶身后 老者审声道 那些人有大动作 但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 江国此次肯定是要损失惨重的 拓跋叶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让手下探子全部出去 时刻掌握周边所有讯息 老者点了点头 明白 说完 其转身离去 而就在这时候 原本已经离开的叶璇突然又走了回来 拓跋叶愣住 叶璇走到拓跋叶面前 他犹豫了下 然后轻声道 那个 那个 你没有怀孩子吧 拓跋叶 第125章 剑仙 剑仙 拓跋叶突然消失在原地 砰 一道人影直接飞了出去 这一飞 足足飞了十几丈之远 正是叶璇 十几丈外 叶璇重重砸落在地 直接将地面砸出了一个深坑 拓跋叶脸色铁青 就要再次出手 而远处的叶璇却是爬起来就跑 他速度很快 一下就消失在了远处 看着那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叶璇 拓跋叶突然笑了 气笑的 怀孕 他自然也是非常在意这件事的 事实上 他并没有怀孕 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又跑了回来 拓跋叶笑容瞬间变冷 叶璇离拓跋叶远远的 他揉了揉自己有些发闷的胸口 然后道我会成为剑仙的 拓跋叶诞生道 与我何干 叶璇认真道 如果我成为剑仙 那你就是睡过剑仙的人 是不是 拓跋叶眼皮一跳 你是不是想死 叶璇正色道 难道不是吗 拓跋叶看着叶璇扮赏 然后道 剑仙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成为剑仙 我只知道 你一定会成为剑仙 叶璇 拓跋叶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离去 但是很快 他又停了下来 剑仙不剑仙 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有骨气 重情义的男儿 就算他不是剑仙 我依旧尊重他 说完 他快步消失在了远处 原地 叶璇沉默了片刻后 转身离去 在得到拓跋叶的准确回复后 叶璇也是松了一口气 民国不出手 那江国的处境就还不是绝境 成文前 叶璇抬头面向远处 这一次这几国不单单是在针对江国 还有针对他与苍蓝学院 他很清楚 苍慕学院与案件不想让他成长起来 不过还好 对方应该不敢在派万法径之上的强者来 虽然如此 但是他也不敢大意 刚才与拓跋叶一战 让得他明白 神和静之中 也是有非常强大的存在的 他刚才没用权力 拓跋叶依旧没有用权力 如果死拼 他并没有十足地把握战胜拓跋叶 当然 他也不需 收回思绪 他正要离开 就在这时 从他身旁经过的一名驼背老头 突然从袖中拔出一柄匕首 朝着他腹部横切而来 快 非常之快 宛如毒蛇出击 让人难以反应 这一刻 叶玄根本无法躲闪 而他也没有躲闪 在老头一刀切在他腹部的那一刻 他双拳猛地轰在老头脑袋左右两边 砰 老头脑袋瞬间崩裂 叶玄朝后连退束部 他腹部列出一道口子 先写直译 而就在这时 树道寒芒 敲无声息出现在他喉咙 后颈 下身大腿根部 每一道寒芒都直指要害 根本退 无可退 一旋也没打算退 他右手摊开 灵袖剑悄然出现 下一刻 他持剑猛的一个横扫 剑鸣声响彻 轰 寒芒碎劲 树道模糊的影出现在了夜旋对面十几张开外 这树道模糊的影并未在出手 而是转身消失在了不远处 一旋未得手 立即远盾 一旋也没有追 因为对方速度太快 而且隐秘了气息 他根本无法追 杀手 一旋脸色极其阴沉 不用说 这绝对是来自亲自案件的杀手 这些杀手极其专业 手段很辣 一旋未中 立即远盾 如果这些杀手去针对江国的那些 将士与士兵 或者针对苍蓝学院的学员 那绝对是一个灾难 沉默片刻 夜旋转身进城而去 大约一刻钟后 他又出了城 然后直奔城外而去 茫茫山脉之中 夜旋一路狂奔 很快 他来到了一座凉亭处 凉亭之中躺着一名男子 男子翘着二郎腿 手里握着两个漆黑大铁球 夜旋走进凉亭之中 男子瞥了一眼夜旋 瞎子 这时 一股强大的剑翼与剑士 突然笼罩住男子 刹那间 整个凉亭直接军裂开来 男子双眼微眯 见到宗师 夜旋坐到一旁 谈笔生意 男子诞声道 阁下知道我们的规矩 夜旋点头 知道 说着 他拿出了一张黑卡 看到这张黑卡 男子忍不住看了一眼夜旋 这黑卡可是最先楼最高级别的卡 换句话来说 这是一种身份象征 沉默片刻后 男子起身 随我来 夜旋跟着男子朝着远处走去 在男子的带领下 两人穿过一座大山 来到了一片山腹之地 山腹内 房屋零散几十座 像个小村庄 但是村庄内却很冷静 根本没什么人 男子带着夜旋来到了一处水井处 此时 一名女子正在打水 女子大约二十来岁 上身穿着一件麻布衫 下身是一件麻布紧身裤 腰间系着一条麻绳 她并没有穿鞋 光着脚丫 男子恭敬道 大姐 有生意来了 女子转身看了一眼夜旋 此刻 夜旋也通过自己的见眼看到了女子的容貌 女子容貌并不算漂亮 但却很失耐看 女子放下水桶 她直接坐在了地上的一块石头上 什么买卖 夜旋道 保护人 女子摇头 我们只杀人 夜旋道 没什么区别 女子抬头看向夜旋 保护人比杀人难 夜旋沉默 片刻后 女子突然道 当然 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 家价 八千万金币起 如果你同意 我们再谈 夜旋道 可以 女子从怀里拿出了一张大饼咬了一口 对手是谁 夜旋道 大云镜 暗戒 参谋学院 女子面无表情 加一倍价格 夜旋点头 没问题 女子继续啃了一口大饼 多少天 多少人 夜旋想了想 然后道 这样如何 我们别说这些有的没的 我给你们两亿 你们一个月的时间都是我的 这一个月内 我让你们保护人就保护人 我让你们杀人 你们就杀人 怎么样 女子看了一眼夜旋 半个月 夜旋摇头 一个月 我单独送你一门地阶舞技 地阶舞技 女子沉默了 夜旋也没有说话 场中突然安静了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女子开口 可以 夜旋点了点头 现在 我想看看你们的实力 女子看了一眼夜旋 不相信我们 夜旋摇头 只是想看看 花如此大的代价 看看 不为过吧 女子看向夜旋身旁的男子 男子微微点头 下一刻 他突然消失在原地 而就在这时 夜旋突然把剑转身 就是一盏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直接动用了 一剑定生死 而且还有剑衣与剑势 轰 随着夜旋一剑斩下 那男子瞬间被震到了十几丈开外的一处墙壁上 墙壁轰然崩塌 直接将男子淹没 但是很快 男子就爬了出来 不过此刻 他嘴角鲜血直译 夜旋常见鞋指地面 他面向不远处的女子 就这样 女子看着夜旋 面无表情 见到宗师 很厉害 夜旋正要说话 这时 一道人影突然自他身后冲来 夜旋双眼微眯 他右手直接将剑插入地面 转顺 他转身猛的一拳轰出 一拳抱你头 轰 一道炸响声咒然响彻 转顺 夜旋朝后连退十来步 而在他面前 一名光头男子还在朝后连连暴退 这一退 足足退了十几丈 光头男子死死盯着夜旋 他右手 此刻正在剧烈颤动着 夜旋转身面向女子 就这样 女子咬了一口大饼 然后到 武道宗师 见到宗师 说着 他点了点头 然后将大饼收到怀里 而就在这时 一旁 一名男子突然走来 大姐 此人何须你出手 夜旋转身看去 一名男子朝他走来 男子赤裸着上身 右手持一柄长枪 枪身很厚重 一手握不全 男子走到夜旋面前 没有任何废话 一枪刺出 这一枪 霸道至极 枪是 枪翼 而且 男子还是通幽静 真正的高手出来了 夜旋拔出地面的剑 朝前就是一个极批 这一剑 依旧是一剑定生死 不仅如此 还夹杂了剑意与战意 两种意境 一剑斩下 砰 男子手中长枪剧烈一颤 下一刻 其连人带枪 瞬间被震到了十几杖之外 而他刚一停下来 其脚下地面瞬间崩裂开来 长枪男子死死盯着夜旋 剑舞双修 夜旋没有回到长枪男子 而是面向不远处的布山女子 抱歉 恕我直言 你们不值这个价格 说完 他收起剑 转身就走 与他交手的这几人 实力一点都不弱 应该说很强 但是 这些人并不值那么多价钱 他舍得花钱 但是 不会随便乱花钱 就在夜旋没走几步 他身后的布山女子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他转身就是一剑斩下 唯有轻视 还是全力一剑 然而这一剑劈到空中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布山女子的手指不知何时顶在了他腋下 一瞬间 一股剧痛感传遍他全身 而这则是开始 布山女子手指突然画掌 一掌拍向他喉咙 非常之快 一旋脚尖倾点地面 正要朝后退去 然而布山女子的光脚丫子不知何时踩在了他的右脚脚背上 这一踩 硬生生止住他朝后退去 与此同时 布山女子那一掌直接拍在了他喉咙处 砰 一旋朝后连退时来掌 每退一步地面便是直接崩裂 布山女子并没有继续出手 他看了一眼叶玄 提五剑三修 叶玄正要说话 这时一道残影突然自远处闪略而来 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是冲到叶玄面前 紧接着无数残影将叶玄笼罩 砰砰砰砰 场中一道道闷响声不断响起 而每响起一道闷响声 叶玄便是会朝后连连暴退 数息后 叶玄已经朝后退了二十来仗 当他停下来那一刻 眼前之人已经消失 而远处布山女子身后 不知何时站了一名邪魅男子 男子身材很瘦 可以用骨瘦如柴来形容 但眼神却非常犀利 原地 叶玄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他面向远处布山女子等人 嘴角微仙这些人都是人才啊 如果都能够加入苍蓝学院 念至此 他右手突然摊开 灵袖剑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大黑剑 下一刻 整个地面突然剧烈颤动起来 转瞬 一股恐怖的大地之力瞬间汇聚他全身 这一刻 不远处布山女子等人神色皆是凝重了起来 第126章我以我剑为我眼 招揽 此刻 叶玄已经有了招揽之心 但是他很清楚 想要招揽这些人 就必须再打扶他们 这样才有机会 强者为尊 因此 这一次他直接暴露了一大地之力这个底牌 随着大地之力源源不断地进入他身体 他双手缓缓将大黑剑提了起来 而这一刻一股强大的剑是突然自叶玄体内席卷而出 这股是瞬间笼罩住布山女子等人 剑是 这一刻 他的剑是几乎是达到了自己的巅峰 咔嚓 自中房屋与地面直接开始寸寸军裂 布山女子等人神色越发凝重了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提着大黑剑往前就是一个急冲 一鉴定生死 眼前这几人都不是一般人 他根本不敢留守 当下再次施展出自己最强一剑 当夜玄动手的那一刻 布山女子双眼微眯 他又脚轻轻朝后移了半步 脚尖轻点地面 与此同时 他双手截了一个手印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事突然凝聚在他四周 而此刻 他整个人竟然有些虚幻了起来 当夜玄的重剑来到的那一刻 布山女子又脚轻轻跺了跺地面 他右手并指朝前就是一点 这一点 直接点在夜玄大黑剑之上 砰 大黑剑硬生生停了下来 但是 两股强大无匹的力量 却是在场中宛如 暴风一般席卷开来 除夜玄与布山女子之外 中围众人皆是被震地朝后连连暴退了三十多张 而五十张内的所有房屋在这一刻皆是瞬间崩塌 不仅如此 两人脚下的大地也是在这一刻层层崩裂 害人无比 但是 夜玄与布山女子皆是没有动分毫 片刻后 布山女子收手 朝后退了一步 当她脚落地的那一刻 整个地面竟然剧烈一颤 宛如大地震一般 夜玄收起大黑剑 她神色颇为凝重 你卸了我剑的力量 切力 眼前这女子不仅仅是挡住了她的这一剑 而且还卸掉了她这一剑的大部分力量 这是非常恐怖的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夜玄 你很强 但我等 也不弱 生意 做不做 夜玄沉默片刻 然后道 做 不过 我暂时只能给你们一亿 剩下的 到期再给 没问题吧 布山女子摇头 要全部 夜玄摇头 不行 布山女子诞声道 那就没得谈了 夜玄倾笑 恕我直言 你们这么做拥兵 又能赚多少 布山女子等人看向夜玄 夜玄指了指自己 你们听过我吧 布山女子摇头 没听过 夜玄满脸黑线 这女人咋不入戏呢 她倾咳了一声 然后道 江国仓务学院被灭 你等应该听过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夜玄 你想说什么 夜玄正色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们应该是很少开一次张 因为你们要价很贵 而且 这笔财富 很多时候都已经可以紧动万法巅峰进强者 说到这 她微微一顿 然后道 想不想干票大的 布山女子坐到一旁 她拿出一张大饼啃了啃 接着 又拿出一根大葱 夜玄神色有些不自然 这女人怎么根据吃货一个德行 都这么喜欢吃 片刻后 布山女子道 说说看 夜玄走到布山女子面前坐下 她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 然后道 恕国来袭我江国 对我江国而言 这是一个危机 但也是一个机遇 如果你们愿意 可以跟着我大干一跳 布山女子咬了一口大葱 然后看向夜玄 怎么干 夜玄审声道 抢劫 去抢他们的钱 闻言 场中众人面面相去 去抢一个国 这种事没干过啊 布山女子看着夜玄 没有说话 夜玄又道 先抢唐国 抢他们军须 抢他们军饷 抢他们国库 敢不敢 这时 一旁的长枪男子突然道 危险 夜玄淡声道 都是刀口舔血的 怕个毛的危险 就问你们 敢不敢 敢的话 我们就大干一场 如果不敢 也没事 我付你们钱 你们跟着我干 但是 抢来的东西 可就没你们的份了 所以 你们可以选择一次性负账 或者分成 这时 周围那些人围了过来 这些人开始在讨论 有同意的 也有不同意的 甚至还有人觉得夜玄是个忽悠 不靠谱 不知道过了多久 布山女子突然摆了白手 周围那些人顿时安静下来 布山女子看向夜玄 如何信你 夜玄站了起来 你若信 我什么都不说 你依旧信 你若是不信 我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信 不是吗 布山女子看着夜玄许久 最后 她也站了起来 抢来的东西 如何分 夜玄道 五五分 一旁 长枪男子冷声道 你一个人就要拿走五成 夜玄面向长枪男子 若欲敌 我打最厉害那个 长枪男子嘴角微抽 她看了一眼夜玄 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因为眼前这家伙 真的很强 布山女子突然道 五五分 可以 不过 若是利润小 或者我觉得你不值这个价格 我们随时会退出 夜玄伸出右手 可以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夜玄 然后伸出右手 积在夜玄手掌上 夜玄道 你有多少人 布山女子吹了一个口哨 大约过了树溪 很快 场中突然又多出了一些人 夜玄数了一下 一共十二人 每一个人都是通幽静 而且 几乎每一个都非常年轻 都是二十岁左右 夜玄神色颇为凝重 这些人绝对不是普通人 布山女子看向夜玄 现在 你指挥 夜玄点了点头 去唐国 布山女子再次吹了一个口哨 很快 小山村后突然颤动了起来 不一会 十几头体型堪比牛一样大的黑狼冲了出来 这些黑狼个个长着尖锐的长毛 目露胸光 妖兽 而且还是强大的妖兽 这些狼至少都是堪比凌空近的存在 夜玄眉头微皱 在浙江国地界 妖兽是非常少的 这群人到底是什么人 布山女子突然坐上一头黑狼 她看向夜玄 你呢 夜玄想了想 然后道 能不能给我一头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夜玄 最后 她再次吹了一声口哨 很快 又一头狼冲来 这头狼直接来到了夜玄的面前 夜玄也不客气 纵身一跃 直接坐在狼背上 夜玄大手一挥 走 去唐国 声音落下 她身下的黑狼纵身一跃 直接冲了出去 很快 十几头黑狼自山上冲下 然后消失在了茫茫山脉之中 夜玄是有些震惊的 因为这末狼的速度实在太快 以他们这个速度 最多半天就可以赶到唐国 两界城 此刻的两界城城门紧闭 在城墙上 站满了士兵 而城内 也是严阵以待 在两界城外千丈之外 是一片黑压压的骑兵 十万黑甲骑兵 唐国的精锐之师 城墙之上 江九身穿一席银甲 风姿萨爽 只是脸色看起来颇有些疲惫 江九身旁 一名身穿中甲的中年男子沈声道 元帅 这唐国应该是在等 等越过于楚国低市兵道 一旦那两国是兵道 他们必定会立即发起进攻 江九点头 让兄弟们都听着 两界城不能丢 这里若是被迫 唐国铁骑再无任何阻碍 他们可以常去植入我江国腹地 到时 战场就会在我江国的土地上 无数人会因为战争死去 所以 这里不能丢 一寸土地都不能丢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明白 说完 他转身离去 江九看着远处那黑压压的一片骑兵 眉头微皱 仓墓学院 暗戒 你能顶住吗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璇一行人穿过无数山脉 最终来到了一座古城下 川城 这城 正是唐国的城 与两界城离的最近 而唐国士兵的一切后勤都在这座城里 因此 这里也是重兵把守 这时 叶璇身旁的布山女子通然道 城内有两千精锐之士 其中 通幽静强者有六名 凌空近三十多名 叶璇愣了愣 然后道 你怎么知道 布山女子没有回答 他看向那川城 四周城墙皆有士兵 防守严密 不可能敲无声息潜入 而我们十三人 就算潜入 也挡不住那两千精锐 且 若是此地开战 唐国大军立即回访 我们都得死 说着 他看向叶璇 现在该如何 叶璇审声道 你可知他们粮草与军饷在何处 布山女子抬头看向空中 穿成上空 一只黑鹰盘旋 过了片刻 布山女子审声道 城内北边军营内 那里 有重兵防守 叶璇点了点头 知道明确位置就好 布山女子看着叶璇 怎么搞 叶璇摇头 我们没有选择 只有应上 众人沉默 叶璇道 我来吸引火力 你们全力冲进军营内 军饷带走 粮草毁掉 可以 布山女子看向叶璇 你可能会死 叶璇犹豫了下 然后道 要不 你去吸引火力 我去偷东西 文言 布山女子等人满脸黑线 妈的 这太无耻了吧 叶璇黑黑一笑 你们快点 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 说完 他直接冲了出去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叶璇 伴声道 莫让青州人小看了我们 准备出手 众人叙事待发 随时准备出手 远处 一缕剑光毫无征兆下 轰在了那川城城门之上 轰 城门瞬间被一分为二 叶璇直接冲入城中 但是刚进去 便是被一群士兵团团围住 而且越来越多 低士兵朝着他围来 看着那越来越多低士兵 叶璇嘴角泛起一抹猙獰之色 下一刻 他猛地睁开双眼 我依我剑为我眼 第127章杀过无数 剑眼 当叶璇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两缕剑忙碗如两道闪电 自他眼眶之中击射而出 刹那间 他面前数十名士兵 直接被这两缕剑光粉碎 直接粉碎 而剩下将近有一百士兵 更是直接被这两缕剑光重伤 叶璇并未停手 而是手持灵袖剑朝着前面冲了过去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 替布山女子等人拖延时间 杀 叶璇持剑一路狂冲 所过之处 必有人头落地 随着叶璇的出现 城中顿时有越来越多低士兵 朝着这边赶来 城外 布山女子突然道 冲 声音落下 十二人直接骑着黑狼冲了出去 速度极快 十二人瞬间冲入城中 直奔军营 见到这一幕 那些原本围着叶璇低士兵突然反应过来 其中一名将领脸色大变 连忙怒吼道 回营 速回营地 很快 一些士兵朝后连连暴退 然而 他们速度并没有布山女子等人快 不到十来西的时间 布山女子等人便是已经冲到了军营前 而此刻 军营前已经聚集了数百精锐士兵 见到这数百精锐士兵 布山女子等人神色皆是无比凝重了起来 这些士兵虽然没有他们境界高 但是 那绝对不容小觑 士兵有杀伐气息 而且 人数众多 攻守有序 这种 是非常难对付的 而此刻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布山女子突然转头看向身旁一名男子 林寒 凝叫林寒的男子突然腾空跃起 空中 林寒双手猛的合时 刹那间 一股炙热气息自空中散发开来 下一刻 他双臂竟然直接燃烧起来 空中 林寒嘴角泛起一抹争鸣 爆炎落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自空中宛如一团火球朝着那群士兵杂落而去 林寒所过之处 空气直接被焚烧起来 这一刻他耀眼的宛如一团烈日 地阶舞技 下方 那些士兵眼中顿时有骇色 不过却没有一人退 这时 那群士兵身后 一名将领突然怒吼 举盾 刷 数百士兵直接举起长长盾牌 这时 林寒杂落而下 空 数十名士兵直接被砸飞 无数火焰箭射 那群士兵组织起来的阵型顿时被冲散一半 而这时 布山女子等人直接冲入了军营之中 很快 布山女子来到了一处帐篷之中 而他身后的人则挡在外面 布山女子扫了一眼 在帐篷内 摆放张数十个铁箱子以及三个金色箱子 布山女子打开了一个铁箱子 里面 全部是金灿灿的金币 沉默一瞬 他快步走到那几个金箱子前 他随时打开一个金箱子 在里面 摆放着一箭长刀 极品灵器 布山女子没有多看 直接将箱子戴上 他拇指轻轻转动了一下食指上的戒指 下一刻 肠中那些箱子全部消失不见 布山女子转身走出帐篷 而此刻 他们已经被士兵包围 而且越来越多低士兵朝着这边赶来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那些士兵 下一刻 他突然朝着那些士兵走去 靠近我 冲出一条路出来 声音落下 他速度陡然加快 哼 一些士兵还未看清布山女子便是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就这样 在布山女子的带领下 众人直接冲出了一条路 很快 布山女子吹了一声口哨 之前退到一边的那些黑狼再次来到了布山女子等人面前 十二人翻身上廊直接朝着城外冲去 当他们冲到门口时 叶玄还在与一群士兵大战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叶玄走 不远处 叶玄一箭斩出 他面前士兵直接被这一箭斩成两截 与此同时 他脚尖轻轻一点 直接跃到了布山女子的身后 与布山女子坐在一头黑廊上 见到这一幕 布山女子身后的那些人脸色顿时变了 布山女子也是带眉微醋 却是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骑着黑狼朝着远处冲去 很快 一群人直接冲出了城 但是很快 他们又停了下来 因为远处有大约数千铁骑朝着他们这边冲来 回原了 见到这一幕 布山女子带眉醋了起来 这时 叶玄突然道 进城从另一边走 布山女子省声道 那就要进入唐国腹地了 叶玄省声道 没有选择 布山女子没有再说什么 他轻轻拍了拍身下的黑狼 黑狼转身朝着城中奔去 在他身后 十二人紧紧跟着 而此刻 他们身后那些士兵已经重新不好阵型 一名将领手持大剑指指叶玄等人 幕后拦住他们 杀 无数士兵朝着叶玄等人冲了过去 叶玄突然飞出 下一刻 一柄剑在场中飞展而过 数名士兵脑袋直接飞了出去 而布山女子也是飞了下来 就这样 两人联手硬生生在那群士兵之中打出了一条血路 很快 众人骑着狼消失在了不远处 那些士兵根本追不上 很快 一群铁骑来到了城下 一名身穿盔甲的中年男子带着一群骑兵进入了城中 中年男子看着场中一地的尸体 脸色铁青 这中年男子 正是此次十万黑甲铁骑的统帅裴孝虎 也是唐国最有名的统帅 陪孝虎扫了一眼四周 冷声道 立即让人查清这些人身份 通知国主 请他派出黑刀位前来相助 还有 立即召回三万铁骑 封锁周边边界 不能让他们离开唐国 说着 他抬头看向远处 传感死营 让他们不眠不休追那群人 是 身后 数人转身离去 陪孝虎死死盯着远处街道尽头 脸色阴沉的可怕 这一次 他损失的不单单是军饷 还有他收集来的一些宝物 这些宝物 大多都是极品灵器啊 损失惨重 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装到纳戒的 但是 实在是太麻烦了 第一 纳戒本身就很贵 而且 能买到的 都是一些空间非常小的 如果要将那些东西都装下 就至少要买几十枚纳戒 而这本身就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 太不划算 除此之外 纳戒也不保险 要知道 纳戒放在一个人身上 若是这个人出意外 这些军饷怎么办 而且 上面也不放心把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必须追回来 陪孝虎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若是追不回来 后果真的很严重 只是他想不明白的 浙江国从哪里找来的这些通幽境强者 一个个都如此的恐怖 一旋等人一路狂奔 大约两个时辰后 他们进入了一片密林之中 众人停了下来 而此刻 众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伤 一旋全身都是伤 这一次 他也是见识到了士兵的强大之处 这些士兵 单人实力并不强 但是他们组合在一起 就非常的恐怖 如果刚才被那几千铁骑围住 他就算动用大地之力都得死 可以说 两军交战 就算是一名神和进强者 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众人围坐下来 叶璇也挤在众人里面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她拿出自己的纳戒 很快 数十个箱子全部都出现在了叶璇等人的面前 其中一人打开了一个箱子 里面全部是金灿灿的金币 众人眼睛顿时亮了 不过 都没有出现什么贪婪之色 因为 都是见过世面的 布山女子道 38个铁箱子 每个箱子至少200万金币 共计7000万左右 三个金色箱子 共有几品078件 每件灵气估值在500万左右 近一 众人脸上皆是露出了笑容 布山女子看了一眼叶璇 一半是你的 众人也看向了叶璇 叶璇想了想 然后摇头 平分吧 平分 众人愣住 叶璇审声道 大家出力都一样 我没资格拿那么多 按人投数平分吧 众人没有说话 但是一些人在看着叶璇时 神色柔和了许多 布山女子看着叶璇 你是认真的 叶璇笑道 剑修 从不弄虚作假 剑修 布山女子点了点头 他差点忘记 眼前正位可是一位剑道宗师 沉默了一瞬 布山女子道 你吸引火力 应该多得一些 七千万金币 你归两千万 极品灵气 你得三剑 如何 一选点头 没有问题 很快 场中众人分赃完毕 这一次 众人收获可以说皆是不少 特别是其中两人 更是有了自己合适的极品灵气用 众人收起自己东西后 布山女子看向叶璇 现在如何 众人也看向叶璇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唐国骑兵必定在身后追我们 我们不能往回走 只能往前走 布山女子审声道 唐国可能催动万法进抢者 叶璇道 放心 他们不敢 布山女子看向叶璇 你身后有人 叶璇点头 他们不敢出动万法进 而神何进 你们怕不怕 布山女子诞生道 杀过无数 叶璇沉默一瞬 然后道 自我介绍一下 青州江国 苍蓝学院院长 叶璇 布山女子拿出一张大饼咬了一口 然后道 中土神州 陆家 陆半庄 布山女子身旁 那长相有些馊的男子看了一眼叶璇 中土神州 叶家 叶璃 中土神州 上青宗 林寒 中土神州 墨家 墨宇 中土神州 南静 南开明 中土神州 圣地 甘无为 第128章甘 狠狠的甘 叶璇面无表情 心中却是有些震惊的 因为眼前这群人 竟然全部都是中土神州的 中土神州的人 怎么跑这里来了 叶璇很是疑惑 要知道 中土神州 中土神州 离这边可是很远的 次是知道 叶璇的疑惑 布山女子看了她一眼 然后道 历练 闯荡 没有人暗中相助 历练 闯荡 文言 叶璇顿时明白了 眼前这些人都是出来历练的 而他们出来历练 显然都是自己跑出来的 没有带高手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历练与闯荡啊 如果带个高手出来 那就不叫历练与闯荡了 而是叫出来扮猪吃老虎了 就在这时 布山女子身旁那名叫叶璇的男子 突然看向叶璇 道 你是苍蓝学院院长 叶璇点头 叶璇神色颇为古怪 因为叶璇太年轻了 叶璇身边 手持长枪的男子 也就是墨语突然道 你们苍蓝学院在中土神州 狠掉 叶璇摇头 与我无关 听到叶璇的话 众人忍不住看了一眼叶璇 叶璇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圈圈 我们现在大概在这个位置 离唐国帝都 至少有千里 而在这千里的过程之中 至少要穿过十二座城 就在这时 布山女子突然道 去唐国帝都 叶璇停了下来 反问 不敢吗 场中众人面面相去 而布山女子看着叶璇 没有说话 叶璇审声道 我们现在没有回头路走 我们越往前 他们越想不到 说到这 他微微一顿 然后又道 恕我直言 中伟现在都是通幽境 想要提升 就必须要花费很多很多的钱 刚才讲的这一点 对中伟而言 怕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吧 修炼修炼 就是要钱 这群人出来做佣兵 其实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买修炼资源提升自己 再好的天赋 若是没钱 依旧寸步难行 众人沉默了片刻后 最后都看向布山女子陆半庄 陆半庄看向叶璇 有何计划 叶璇想了想 然后道 没有计划 抢了就跑 抢了就跑 布山女子点了点头 好 很快 众人翻身上黑狼 在叶璇与陆半庄的带领下 一行人直奔唐国深处 吃起人都是顶尖的天才 可以说 只要不是遇到万法进强者与大军 他们根本不去任何人 不一会 一行人又来到了一座古城 他们也没看是什么城 直接冲入了城中 然后直奔城主府 每一座城都有城主府 城主府就是一座城的最高机构 也可以说是除了最鲜楼 这种商会最富有的地方 叶璇自然不可能带着这些人去抢最鲜楼 而城主府 就是他们最好的对象 一行人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城主府 期间自然也遇到了许多士兵 但这些士兵根部挡不住他们 叶璇与陆半庄直接冲入了城主府的宝库 没有任何废话 两人疯狂搜刮宝库内的所有一切 树西后 整座宝库连根毛都没有了 半课中后 叶璇一行人已经冲出城 朝着下一座城而去 而就在叶璇等人当离开不久 一群黑衣骑兵突然冲进了城中 这群黑衣骑兵共有三百来人 每一人都是身配黑色长刀 身上散发着凌厉的森冷气息 黑刀位 唐国皇宫死士 每一个人最低都是凌空巅峰境 都是从唐国各个军营里挑选出来的百战精锐之士 为首的是一名头戴面具的男子 面具男子抬头看了一眼远处 追 很快 这群黑当位直接冲出了城 一处山脉之中 叶璇等人依旧在狂奔 叶璇身旁不远处 陆瓣庄突然道 身后有一队骑兵 三百人左右 不是一般骑兵 很强 叶璇点头 追得上我们吗 陆瓣庄摇头 追不上 叶璇道 那就不管他们 我们去下一座城 说到这 他突然大声道 刚才至少收获五千万金币 极品灵气三件 其余杂物若干 哦 场中 众人顿时大笑了起来 干 狠狠的干 哈哈 冲啊 抢劫去 发大财 哈哈 陆瓣庄看了一眼叶璇 你不像是一个剑修 更像是一个土匪 叶璇 很快 叶璇等人骑着黑狼 又来到了一座古城 而这座古城城墙上 已经站满了手持长弓低士兵 见到这一幕 叶璇身后众人就要冲 叶璇却是突然道 走 绕道走 绕道 众人愣住 不抢了 叶璇审声道 信我 绕道走 说完 他骑着黑狼转身就走 陆瓣庄看了一眼叶璇 跟他走 很快 一行人转身而去 不一会便是消失在了那群士兵之中 见到这一幕 城墙上的一名将领脸色瞬间争鸣了起来 该死 不到半刻钟 数百骑兵来到了城下 来的正是黑刀位 围守的面具男子抬头看向城墙之上 城墙上 那将领审声道 他们走了 这时 面具男子突然都 不好 他们去下一座城了 走 声音落下 数百骑兵当即转身 另一边 叶璇等人依旧在山脉间狂奔 这些山脉地形很少复杂 还好 他们身下的魔狼足够强悍 那些复杂地形对这些魔狼根本没有阻碍 不然 他们想要深入唐国腹地 根本不可能 这时 叶璇身旁的陆瓣庄突然道 你是怕他们拖住我等 然后被身后那些骑兵追上 叶璇点头 我们只有13人 只能速战速决 一旦被围住 等他们的那群骑兵还有大军赶来 我们插翅也难飞 陆瓣庄看了一眼远处 他们应该有后招 叶璇微微点头 所以 我们速度要更快 说着 他环顾了一四周 中尉 待会若是动手 务必请尽全力 不要有丝毫的留守 众人点头 他们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 这个时候 肯定不敢大意的 虽然都是天才妖孽 但他们现在面对的可是一个国家 想想 其实还是很刺激的 打劫一个国家啊 以后回去 可是有吹的资本了 很快 一座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这座城比起之前那两座都要大的很多 是一座大城 众人神色渐渐凝重了起来 一座大城 里面的防守肯定也是非常强的 陆半庄看向叶璇 做嘛 众人也是纷纷看向叶璇 经过之前的几件事 叶璇在众人心中其实已经有了一点点威望 应该说好感 特别是之前叶璇没有独自分走五成 而是与大家一起平分 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谁都不会喜欢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叶璇沉默一瞬 然后道 做 这一次若是成功 大家应该都能够赚得满满的 说完 他率先冲了出去 陆半庄身旁 叶璃突然道 这家伙不错 结束后 大姐可以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大家一起去闯荡 闻言 陆半庄身后众人皆是点头 表示同意 陆半庄看了一眼远处的叶璇 到时问问 走 声音落下 一行人直接冲了出去 叶璇等人速度很快 非常快 比普通的马匹要快太多太多 特别是冲起来之后 更是奇快无比 来者和人 城墙上 有人怒吼 这时 一道剑光在场中 飞斩而过 空 城墙轰然碎裂 叶璇十几人直接冲入了城中 众人直奔城主府 但是很快 一大群士兵挡在了他们面前 叶璇面无表情 杀过去 声音落下 他屈指一点 灵袖剑飞斩而出 吃吃吃吃 不远处 庶民士兵脑袋瞬间抛飞出去 而陆半庄等人也是纷纷出手 赤不可挡 叶璇十三人瞬间便是冲散了那些军阵 直奔城主府 虽然一路上也有士兵围来 但没有对叶璇十三人造成任何影响 为首的叶璇与陆半庄几乎是见谁杀谁 而他们身后的那群人也没有一个弱的 就这样 他们再次冲入了城主府 而这时树导强大的气息突然自他们面前袭来 神河竞强者 而且是三名 叶璇正要动手 他身旁的陆半庄突然冲了出去 他速度极快 肉身直接撕裂空气 叶璇都还未彻底看清 不远处的一名神河竞强者便是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然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叶璇心中有些震惊 这女人不是一般的强大啊 而另外两名神河竞强者在看到这一幕后 两人没有再出手 而是果断转身就走 两人不蠢 继续出手 只是白白送死 陆半庄转头看了一眼叶玄 心中无者 水分很大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什么 又到 我见过之中 你与那个安兰秀是例外 说完 他转身快步朝着远处走去 安兰秀 叶璇愣了愣 然后连忙跟了过去 很快 两人进入了宝库之中 两人根本没有细看 直接一阵疯狂搜刮 片刻后 就在两人准备走出宝库大门时 一便突起 毫无征兆下 两道寒芒直接切向了叶璇与陆半庄的喉咙 与此同时 在他们身后 不知何时出现了两个鬼影人 暗戒杀手 第129章 甘死他们 又出现杀手 叶璇神色瞬间猙獰起来 下一刻 他又脚猛的一跺 刹那间 他周身出现了一件金色的护甲 大地支甲 而这时 竖饼匕首直接刺在了他个个要害处 然而 这些匕首根本刺不进去 叶璇豁然转身 朝前就是一拳 一拳抱你头 砰 一拳轰出 他面前的那道鬼影直接被轰碎 而叶璇旁边 在两道寒芒突然出现时 陆半庄动作更快 他拇指与食指轻轻一夹 直接夹住了他面前那道寒芒 紧接着 他朝前就是一个西顶 砰 他面前那道鬼影瞬间崩裂 转瞬 整个大殿内突然直接安静了下来 那些暗戒杀手全部消失 陆半庄看了一眼叶璇 暗戒的 叶璇点头 陆半庄收回目光 待会再说 说完 两人离开了宝库 城主府门口 越来越多低士兵围过来 不过 都被叶璃等人死死挡着 当看到叶璃等人挡招数百士兵时 叶璇心中还是非常震惊的 这群人 真的很强 这些家伙各个都是经历过 无数次生死的 加上他们自己天赋也不错 而且来自中土神州 因此 他们的战力一点也不比神河敬弱 世界很大 天才很多 叶璇收起心思 与陆半庄直接朝着那群士兵冲了出去 轰轰 在两人全力之下 他们顷刻间便是打出了一条通道 很快 13人骑着黑狼消失在了远处街道尽头 就在他们出城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道道急促的马蹄声 黑刀位 为首的面具男子死死盯着叶璇等人 加速 全力加速 数百骑兵及驰而过 街道都在颤抖 城外 叶璇等人也在全力加速 如果只有这数百黑刀位 他们也不是特别害怕的 他们这群人 以一打时没有任何问题 但问题是 如果与这群黑刀位交手 大唐的大军肯定会马上追来 他们能以一打时 但做不到以一打百 必须跑 叶璇突然到 往大山跑 闻言 众人立即改变方向 往大山深处跑去 见到叶璇等人进入大山 他们身后的那群黑刀位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他们若是也进入大山之中 速度会大打折扣 面具男子看着远处许久许久 眼中阴沉的可怕 就在这时 一名黑刀位突然骑马来到面具男子身旁 刀筒 陛下有令 让我们莫根丢即可 已有援兵赶来 面具男子眉头微皱 什么援兵 那刀位摇头 不知 陛下说 到时他们会联系我等 让我等配合他们围剿那十几人 面具男子沉默了片刻 然后道 可有查出他们的身份 刀位审声道 那见修少年 是江国叶国士叶玄 也是苍蓝学院院长 叶玄 面具男子右手紧紧握着腰间的刀 铭声道 好一个叶玄 远处大山深处 叶玄等人停了下来 众人围在一处水潭前 夜里等人直接趴在河边 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 叶玄下了黑狼后 似是想到什么 他突然面向不远处 啃着大饼的鹿扮装 这些狼你们是去何处弄的 黑狼 这些黑狼速度太快 而且肉身极其强悍 能够抵挡一般剑枝 比马匹什么的 好太多太多了 陆伴装看了一眼夜玄 中土神舟买来的 从中土神舟带来的 夜玄点了点头 突然 他面向右边不远处 那里 一名男子身上有三只剑 而此刻 他正在一只一只往外拔 夜玄发现 这男子拔出三只剑石 面无表情 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夜玄犹豫了下 然后走到男子面前 他屈指一点 一枚丹药落在了男子面前 男子看了一眼那丹药 眼中有些诧异 金创丹 夜玄点了点头 这玩意能将你的三块点置好 接下来就是恶战了 恶战 他很清楚 唐国不会这么放任 他们这些人就这么在唐国内部乱搞的 接下来 唐国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搞他们 夜玄面前 那男子看了一眼夜玄 这玩意可是值几十万金币 夜玄笑道 你觉得我是在收买人心 场中 众人看向夜玄 收买人心 别说 有些人还真这么想的 就在这时 夜玄笑道 没错 我就是在收买人心 名人不说暗话 我夜玄想与各位做个朋友 有毛病吗 哈哈 一旁 林涵突然大笑了起来 没毛病 你这家伙有意思 我林涵教你这个朋友 另一边 众人也是大笑了起来 坦白 很显然 众人很喜欢夜玄的坦白 不遮不掩 当然 主要是他实力够强大 而且还是一位建修 没有人会不愿意与一位强者做朋友 而且 夜玄脾气也与大家相投 夜玄面前 那男子看了一眼夜玄 谢了 说完 他吞下了那没金创丹 然后又道 我叫顾云青 顾家 夜玄笑道 我记得你的名字 顾云青黑黑一笑 似是想到什么 他又问 话说 你这眼睛怎么回事 文言 众人皆是看向了夜玄 眼睛 其实 他们一早就很好奇了 只是没好意思问 毕竟这有点不尊重人 但是现在 大家都熟了后 也就没有那些什么顾忌了 夜玄笑道 修炼反噬 然后就瞎了 众人 这时 一旁的陆瓣庄突然道 暗界杀手为何会参与进来 夜玄审声道 也不满诸位 我与仓库学院与暗界有大仇 大云进仓库学院与暗界发动这次战争 有一半原因是因为我 他们想除掉我 但是 他们万法进强者不敢出手 所以就搞了这么一出 一旁 夜里有些好奇道 这暗界与仓库学院可不简单 你与他们有死仇 玄宣点了点头 接下来 暗界杀手可能随时会出现 你们若是要退出 我完全可以理解 夜离摇头 我们不怕他们 夜离身旁 顾云清笑道 暗界虽然恶心 但是 我们还没到怕他们的程度 不过 接下来大家也得小心才行 这暗界的那些杀手 还是有一手的 另一边 林涵突然审声道 如果是这青州的暗界杀手 我等自然无惧 不过 就怕他们从中土神州调人过来 那些顶尖杀手 文言 场中众人神色皆是凝重了起来 中土神州那些杀手 真的不简单 如果是正面单挑 他们一点都不耸 但是 那些人怎么可能跟他们正面单挑 暗界难防 场中气氛突然之间有些凝重起来 这时 不远处的陆半庄突然道 无妨 众人看向陆半庄 陆半庄诞声道 谁挡我们才到 就弄死谁 说到这 他看了一眼叶玄 那些杀手 我与他来对付 你们平时多个心眼 现在给我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不想再有任何人离开 众人纷纷点头 一选走到陆半庄面前 他将之前在城主府搜刮的宝物都拿了出来 陆半庄也是如此 当看到地面上那一堆宝物时 场中所有人眼睛都直了 一旋轻点了一下 然后道 金币共有九千万左右 其中 极品零器器件 还有八卷五技 虽然没有达到地阶 但至少能耐千万左右 其余一些金银玉器 差不多在千万金币左右 除此之外 此次还有一些意外收获 那就是零食 共获得极品零食差不多百万枚 极品零食 市场之中 一枚零食差不多可以换一百金币左右 零食比金币珍贵的太多太多 而极品零食 对他们而言 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修炼 离不开零食 这一次 赚大发了 众人皆是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一悬道 这几把极品零器你们看看 有谁有需要的 自己拿走 不需要的 就当做金币大家一起分了 众人看了一眼那些极品零器 很快 两人选了两件 接下来 众人在叶玄与陆伴庄的分配下都分到了一笔不少的财富 而叶玄他自己到目前为止 几乎收获了六千万金币 其中极品零器有四件 极品零食有十万枚左右 加上他之前的 他现在极品零器有八件左右 而金币共有两亿三千万左右 看起来很多 其实很少 因为这笔财富不是单单花在他自己身上 莫云起三人的修炼资源 还有苍蓝学院的建设等等 都是需要耗费很多很多钱的 而苍蓝学院 暂时又没有别的赚钱方式 他要是不出来打劫 怕是苍蓝学院所有人很快都会饿死 压力大啊 就在这时 叶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而远处 鹿半庄已经站了起来 戒备 刹那间 众人全部聚拢在一起 叶玄手持灵袖剑 面无表情 中围安静无比 就在这时 远处一片密林突然颤动了起来 就在这时 鹿半庄眼瞳皱人一缩 退后 声音当落下 远处密林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个黑衣人 这些黑衣人在那些密林之中宛如一鬼魅一般飘荡而来 人数不多 只有三十多人 而在这些黑衣人手中 各个手持黑色强弩 每个强弩都是极品灵器 而这些黑衣人 全部都是通幽静 而去 都是通幽巅峰静 而叶玄戏新发现 这些人胸前都有两个金色大字 大云 大云帝国 与此同时 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了马蹄声 黑刀队 腹背受敌 鹿半庄看向叶玄 怎么搞 叶玄嘴角泛起一抹争鸣 他手持灵袖剑直直远处那些黑衣人 干死他们 抢他们的弩 鹿半庄看了一眼叶玄 一刻钟内你必须杀光他们 我带人替你挡住身后那群骑兵 只有一刻钟 说完他突然转身朝着远处而去 来六人 六人紧随路半庄而去 剩下五人则紧紧靠着叶玄 没有一个人畏惧 一刻钟 叶玄手中灵袖剑剧烈颤动着 沉寂一瞬 叶玄突然怒吼道 杀 嗡 剑鸣声响彻 六人直接朝着三十多名黑衣人冲了过去 第130张雪战 在叶玄六人朝着那些黑衣人冲过去时 突然 数十只银色的弩剑直接朝着他们击射而来 这些弩剑竟然也是灵器级别 真好 叶玄突然停下 他怒吼道 都到我身后 五人没有丝毫迟疑 纷纷战成一拍躲到了叶玄身后 叶玄又脚猛的一跺地 空 刹那间 大地剧烈一颤 一瞬间 大地之力瞬间聚拢他全身 大地之甲 一旋手持灵袖剑一阵机会 阵阵剑芒震荡而出 虽然这些剑芒阻挡住了大多数弩剑 但还是有一些弩剑强行穿透了他的剑光射在他身上 不过 他身上的大地之甲硬生生挡住了这些弩剑 但还是很痛 就在那些黑衣人要发射第二轮弩剑时 一旋突然又脚猛的一跺 整个人宛如一支离弦的剑朝着那群黑衣人暴射而去 杀 叶玄身后 五人也是随之冲了出去 叶玄人还未到 他手中的灵袖剑便是直接飞斩了出去 这一剑 夹杂了剑势与战役以及剑异 最重要的是 还有大地之力 这一剑速度与力量已经完全超出了通幽境的范畴 是 为首的一名黑衣人直接被这一剑冻穿腹部 而这时 叶玄手中突然出现一柄巨剑 大黑剑 叶玄手持大黑剑纵身一跃 直接来到一名黑衣人面前 然后猛的一剑挥斩而下 这一剑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恐怖 一剑仿佛能够劈碎这大地一般 威势霸道无比 黑衣人眼瞳骤人一缩 他直接舍弃强弩 从腰间拔出一柄黑刀斩叶玄的大黑剑 砰 两者刚一接触 那黑衣人的刀瞬间崩裂 与此同时 黑衣人整个人直接被叶玄这一剑斩了个粉碎 一剑粉碎 在拥有大地之力后 他的实力提升的可不止一点两点 可以说 他原本就可以轻易斩杀一位通幽静 但此刻 这些通幽静都不是一般通幽静强者 而且 为了速战速决 他不敢再有隐藏 直接动用大地之力 一剑斩碎那名黑衣人之后 他猛的持剑朝着旁边就是一个横扫 一道强大的金色剑 莽宛如潮水一般震荡而出 轰 数帐之外的一名黑衣人瞬间被轰飞出去 与此同时 灵秀剑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自一名黑衣人眉间一穿而过 杀 场中那群黑衣人越来越少 而在夜选等人身后 战况依旧惨烈 七人对战数百黑刀位 也还好是在密林之中 这些黑刀位无法列阵 不然 陆半庄等人根本不可能挡得住 虽然如此 但是陆半庄等人处境依旧很糟糕 就连强悍的陆半庄此刻都已经受了伤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很快 半课中时间到了 另一边 夜选手持大黑剑猛的朝前一直 持战外 砰 一名黑衣人瞬间被这柄大黑剑砸成了粉碎 随着这名黑衣人陨落 场中所有黑衣人全部死绝 但是 夜选等人各个皆是身受重伤 不过还好 并没有人死掉 夜选快速收起那些黑衣人的公奴以及他们的箭筒后 转身就朝着不远处跑去 支援他们 夜选身后 那五人连忙跟着冲了过去 很快 夜选等人来到了陆半庄等人那片战场 没有任何废话 夜选直接将手中的大黑剑朝着不远处一名黑刀位扔了过去 砰 那名黑刀位直接被这一箭砸成了肉泥 撤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那群黑刀位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道怒吓声 很快 那些黑刀位宛如潮水一般退去 夜选等人也没有追 因为他们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 不疑惠 那群黑刀位退出了密林 来到了一片空地 围守面具男子身旁 一名黑刀位审声道 刀筒那些人皆是身受重伤 我们完全有机会斩杀他们 面具男子摇头 里面地方狭小 不适合我们作战 就算最后能够斩杀他们 以那十几人的战力 我们怕是也要全军覆没 说着 他看了一眼那密林 继续往里面就是片沼泽 他们根本不可能前进 我们围在此地 等待援军 面具男子身旁 一名刀位审声道 刀筒 这十三人皆是天才妖孽 一般人 根本不是他们对手 面具男子冷笑 放心 那也悬在此地 要他死的人 可不少 传令下去 全部打起精神 莫要让他们逃走 是 众黑刀位齐声道 逆林之中 一悬等人坐在一处水潭前 此刻 水潭已经有一半被染红 都是他们自己的血 之前一战 几乎所有人都受伤 其中最惨的是一个叫商月的男子 他整指右脚都已经被砍断 玉璇走到商月面前 他拿出一枚金创单 正要递给商月 商月却是摇头 不用浪费了 玉璇强行将那枚金创单塞到了商月嘴里 后者看着叶璇 没有说话 玉璇扫了众人一眼 虽然眼睛看不到 但是却能够感受到 此刻 众人都可以说非常疲惫 因为之前那一战 实在是消耗了众人太多精力 商家上疲惫 现在他们的处境可以说是很不妙 场中气氛有些凝重 这时 叶璇突然笑道 你们怕吗 众人看向叶璇 叶璇摇头一笑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大不了就是一死 你们觉得呢 文言 众人皆是笑了起来 也是 大不了就是一死 反正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结局了 叶璇正色道 据我推测 外面那些人在等 等援兵 肯定有援兵呀 就是不知道来的是什么援兵 而刚才我们的人也去前面看过 前面不远就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沼泽 我们想要穿越这片沼泽 更不现实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杀出去 冲出重围 当然 这很难 因为那几百人都是训练有素的精英 而且 我们现在伤得很重 但是 我们别无选择 众人沉默 叶璇面向陆瓣庄 有别的想法吗 陆瓣庄摇头 杀不出去 那些人都是死士 根本不会退半步 此刻我等皆是身受重伤 强行冲 除了一两个外 其余大家都得死 说着 他看了一眼叶璇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叶璇沉默 他自然明白陆瓣庄的意思 他忽略了一点 他现在还有战力 陆瓣庄也还有 而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 要冲出去 没有太大的困难 但是剩下的林涵等人呢 虽然林涵等人也强大 但是 刚才一番雪战 他们现在最多也就还有五六成的实力 现在往外冲 那些士兵和不畏死 别说林涵等人 就是他与陆瓣庄都有危险 但若是不冲 等唐国援兵一到 大家依旧是死路一条 处境很是不好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突然出现一名老者 陆瓣庄下一时就要出手 却是被叶璇拦住 因为眼前这黑袍老者身上穿的服装 他很熟悉 这是最先楼的服装 老者快步走到叶璇面前 微微一礼 叶公子 叶璇到 恩 老者沈声道 老夫接到五楼主命令 特来相助叶公子 五楼主 叶璇愣了愣 很快 他想起来了 江国最先楼的九楼主 现在已经是高升到五楼主了的 叶璇审声道 如何相助 老者道 离此地三百里外 有一座城 名贵南城 叶公子等人必须前往此城我最先楼处 因为现在四面八方都有唐国大军围来 你们从别处 根本无法逃走 叶璇道 继续说 老者看了一眼竹林外 然后道 待会我最先楼的人会出手 到时 还请叶公子等人乘乱冲出去 然后直奔贵南城 我们有人在里面接应 叶璇点了点头 如此甚好 老者看了一眼叶璇等人 诸位 现在可以动手 叶璇面向露半庄 露半庄沉默了片刻 然后点头 走 说完 他看向不远处断了腿的商月 商月咧嘴一笑 你们走吧 我是走不了了 露半庄看向身旁的叶璃 待会你负责照顾他 叶璃点头 明白 露半庄看向叶璇 叶璇则是面向老者 老者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密林外突然传来了打斗声 很失秘急 叶璇道 走 众人直接纵身跃上黑狼 下一刻 十三人朝着密林外冲去 当他们冲出密林后 外面有数十名黑袍人正在与那些黑刀位战斗 其中 竟然有二十来名神和进抢者 叶璇一记当先 林袖剑不断在他前面穿梭 每一次穿梭 都会带起一道道鲜血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面具男子突然怒喝道 拦住他们 很快 大部分黑刀位直接朝着叶璇等人围了过来 但是很快就被最先楼那些神和进抢者拦住 叶璇等人直接冲出了那群黑刀位的包围 但是很快 叶璇等人神色却是突然凝重了起来 在叶璇等人前方摆帐之外 那里站着一名手持掩跃刀的男子 男子看起来颇为年轻 只有二十来岁 长发披散到胸前 脸上带着一抹猙獰的笑容 在男子身后 还有二十来人 这二十来人皆是手持长刀 身穿铁甲 就在这时 那名男子突然怒喝 杀 声音落下 他直接朝着叶璇等人冲了过去 他长刀拖地 地面一阵火花似箭 然后寸寸崩裂 而他的气息 也在疯狂暴涨 陈和静 而且 还是一位刀刀宗师 这一位刀刀宗师 这一位刀刀宗师